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强 你都入行一段日子 应该学了不少东西 不如跟我一起说吧 好 没问题 要做到优质楼宇 就一定要由正确的基本工序开始 而地板 脚线 窗台板和天花线 都一样是属于室内装饰的类别 如果要达到优质的话 材料的质素和施工的技术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做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集齐最新批准的施工图义 制定一份木器施工程序建议书 英文就是pro… 英文也是等我来啦 冰叔 即是propose method statement 那我就知道了 不过讲得慢一点 这份statement里面要列明施工方法 收货标准和验收程序 再给职司批核才行 而成件箱还要预早根据图义 施工章程和标书 呈交来源证和所需的样本 好像胶章或者固体纳青 给职司批核才行 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分开两大类的 一种就是见得光 而另一种就是不见得光 就好像我见得光 你不见得光那样 我什么不见得光呢 冰叔 那不是吗 你这些年轻人最喜欢日头睡 夜晚接熬的嘛 那还不是不见得光 咳 偶尔中而已 那这些见光的材料 好像地板 脚线 窗台板 和天花线 就要呈交三个样本 来做日后收货的标准 而不见光的材料 好像脚线背部 和甲板 底板等等 就要在安装之前 塗上防矮油来做保护 那些木材和制成品 运到地盘之后 就记得要放在干爽 和空气流通的地方 同时要有适当的保护 不要让它们有任何损坏 那其实材料和人都是一样 要有证明的 好像我们呢 就要有身份证 来到证明是货真价实的香港人 至于材料 一样都要有来源证明书 来到证明品质 是合乎批格才行的 不过只要有证书都不够 管工还要抽样检查 一些木材的质素 尺寸和规格 那不就好像丙嫂 每天都耐不耐打个电话来 查一下丙嫂你 哈!你又知道 那你还知不知道 木材和制成品 还要用测试标 来测试含水率呢 知道 这个含水率 一定要达到 施工说明书的标准 不过如果因为实地环境的影响 即是好像太湿度高 而达不到标准的话 那怎么办 那就要找即时想办法 那材料讲完 就要讲讲主角 木地板 通常采用的地板 就有四种那么多 郭强考考你 讲听听 包括有金骨仔 方格地板 长条地板 和无缝地板 没错了 不过到了现在 还没铺得住 因为地板管工 就要根据已经批准的图籍 先将地板铺一次出来 做个样板 让职司看看有没有问题 才行 就像我当年去相看一样 幸好有张照片 看看样子 不然就测试了 丙叔 你都相看过的吗 说多点来听 嘿 多事了 说回这里 除了样板之外 还要确保其他泥水工程 已经做好了 而鸭仔 窗玻璃也要清理好 和装嵌好 才行 还有要记得 地台一定不可以有破 起粉 和反沙的情况出现 而在铺的时候 地台还一定要保持清洁 和干爽 跟着以上来做 那就真是为之 优质的准备功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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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